凡事欲则利,不欲则废 谈判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谈判是一门求双赢的艺术 纸上谈兵不是真本事 运筹帷幄才算真英雄 有血有肉的谈判课 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带您决胜千名 大家好 现在进到我们和风谈判第五讲的课程 议题的排列战术 我们前面讲了半天 都说我们要开始准备 谈人 谈事 找筹码 找退路 创造空间 我有几个方案 夹案 夷案 备案 都排好以后 那咱们现在要上座了 出牌 那出牌 我到底先谈难的 还是先谈容易的 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所以这一讲 我先跟各位来分享 我们假如先谈难的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难的和容易的 就硬出牌 软出牌 是什么意思 在谈判上 硬出牌是提出我想要的 软出牌 就是提出我认为它能接受的 我们这里是把它当作一个战略的选择 我们硬出牌 所以有的时候你晓得那是一个个性 我不晓得你的个性怎么样 以前我一个学生 他是一个风投公司的一个董事长 他就跟我讲说 老师 我跟别人谈判 我就杀 杀 杀 他不管杀多少 他说我根本不必担心 他回不回得了家 因为回不回得了家 是他要担心的 不是我担心的 他如果还留在现场 表示他还能够承受得了 我替他担心什么呢 我说那你的个性你是狼 你是充满狼性 我是羊 我没办法 我们正常还要想想看 他怎么回家 他能不能交代 你杀了他不能回家 或者他很糟糕的一个协议 他回去他的老板把他骂一顿 或者他被拉下马来了 换人了 那东西就没办法了 就没办法落实 对不对 签了字也没办法落地 没办法执行 是不是 但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那是一个个性 有的人就是很强硬 那假如个性咱们不谈 我们说可以选择的话 那你选择 你为什么要硬出牌 硬出牌的逻辑是什么东西 硬出牌基本上 我是想主导谈判 主导谈判 同时我也可以操纵对方的期待 就是你看 我们常常在谈判的时候 我一开始我就把难的东西讲出来 我把大东西讲出来 我告诉你说 我这个人不是那么容易妥协的 我也不是会闪逼问题 唯唯唯唯的 都在谈判理论上 我们常常讲说 你觉得他的行为 会不会受到我们影响 那有一派是认为说 会的 那我很凶 他就会比较温和 我如果一开始温和 他就可能 那么这个得顺进尺 他觉得我很弱 他步步进逼 所以咱们在谈判的时候 所以你一开始 就必须把身形要拉高 你必须展现出来 你非常强势 然后用这个方法 我们叫做操纵期待 让他不要期待太高 那我今天开高呢 开高当然第一个目的 我当然希望能赢了 如果提出来 他果然被我震慑住了 那当然可以 那如果不能赢的话呢 那么至少呢 我也达到下矛的效果 他可能提出对岸 他提出所谓对岸 就是相对的提案 我提出来 那他简单就是还价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他提出 他认为的事情 该怎么解决 但是不管他怎么还价 他还的价格 都受到我开价的影响 所以这叫下矛 对吧 你去 比如说你去买东西 人家开一千块 你可能会杀成九百 人家开一千五百块 你大概就不会杀九百吧 你觉得九百好像比较难嘛 对不对 所以你开价的 所以九百本身 那么你开不开九百 还不还价还九百 跟他是开一千 还是一千五 这有关系嘛 那就是矛嘛 所以我们谈判的时候呢 我如果开高 那能赢当然好 如果不能赢 他提出了还价 或相对的提案呢 那我这个开高 也有下矛的效果 那所以在这个里面 当然讲说 这有行情的话 先出 那原来讲老师 那万一出了以后 收不回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所有出牌 记得条件句出牌 如果你能给我什么什么 我就可以什么什么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常讲 升东即西 对不对 升东即西 我要东还是要西啊 我要西嘛 假装我要东嘛 可是我想把东这张牌打出来 结果到时候我卡在桌上 他说好 那东给你 那怎么办呢 我永远要算 有可能会发生啊 我可能打假的 但是假系真做也有可能 弄假成真也有可能啊 可是最好的方法是 我东这张牌打出来 如果还能收得回来 我就敢把这张牌打出来 不是吗 那我怎么打 条件嘛 如果你能给我什么什么的话 我就可能要东 对吧 如果你能给我什么什么 我就可能要东 我把东这张牌打出来 可能想引导他的思考 可是我留了一个退路 我收得回来 所以我敢先出牌 那现在也有人问 那如果先出牌 结果破了怎么办呢 其实破局也是我们谈判的一个战术 破就破嘛 谈判有一招呢 叫做先破后利 比如说我出一张牌 对不对 他拒绝我 那我再出第二张牌 他再拒绝我 我再出第三张牌 他不好意思老拒绝老拒绝嘛 那好吧 那我答应你 其实我们真正要的就是第三张牌啊 第三个要求嘛 这个战术呢 叫做闭门庚 我随时准备 人家把门摔在我脸上 对吧 因为我这样才能先破后利 我要开高才能凸显我后面的上道 我要开高我才能创造后面的谈判空间 所以这一点让大家特别了解一下 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 我们以为说啊 我要达成协议 我前面千万不能破 不是 可以破 有的时候你破了以后 你才能知道 他到底口袋的深浅 你才能想到他真正的态度 所以开高 破局 凸显我后面的诚意 然后用开高 破局 看看逼出来他心里的价格 他觉得哪个价格可以接受 或者他有多少预算 这是所有的sales 经常都在用的方式 所以开高 单刀植入 算是谈判的第一个出牌的思维 你也可以回去想想看 这是一场有谋略的脱口秀 这是一张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们下期再见